威斯里系列 第十二篇 不死药 泥筐 第三部十九层 在黄老先生为我们所准备的华丽卧室中 这卧室华丽的远在我自己的卧室之上 与卧室相连的浴室 瓷砖地下有暖水管流过 目的是使瓷地砖变成温暖 以便冬天在洗完澡之后赤足踏上去 不觉得冷 我来回地夺住布 白素看住我那种样子 笑了起来 你已经上了当 光生气有什么作用 我握住拳 我非找到洛志勋不可 白素柔声道 那你就去找 别在这里生气 更别将我当作了洛志勋 我笑了起来 握住他的手 你真是一个好妻子 懂得丈夫处在逆境的时候 用适当的词句去刺激和安慰丈夫 白素妩媚地笑住 这件事一定已成为最热门的大新闻了 你虽然心急要去找洛志勋 但是还不宜立即行动 且等世袭冷一些的时候 再说 我摇了摇头 不行 或者到那时候 警方已将他找到了 白素也摇住头 我相信不会的 这个人居然能够想到利用你 而且如此干净力落地将你摆脱 我相信在一个短时期内 警方找不到他 我反驳他的话 警方可以在他的妻子身上助手调查 白素笑了起来 我相信 在帮助丈夫这一方面而言 洛太太才是真正的好妻子 我恶然这是什么意思 你已将经过的情形向我说过 我想 若是说洛太太事前竟不知道她的丈夫为什么要行凶 若是说洛太大事前 绝不知她的丈夫向你提出了什么要求 这未免难以令人相信了 白素的话大有道理 我不禁抖地伸出手来 在脑门之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在我发觉洛志逊驾驻车子及时而去之际 我本来是还有一个机会可以立即监视洛太太 如果他们夫妇两人是合谋的话 那么我监视了妻子 当然也容易得到丈夫的下落 但当时我却未曾想到这一点 以致我错过了这个机会 如果白素地估计属实的话 那么洛太太如今当然已经也失踪了 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历史打了一个电话到监狱去 自称是一名律师 要与洛太太通话 可是我得到的回答 却是一阵不堪入耳的咒骂声 最后则是一句 这女人或者已进地狱去了 你到地狱中去找她吧 对方愤怒地放下了电话 我虽然未曾得到确实的回答 但是我也可以知道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简而言之 就是洛太太已不在监狱中了 而且洛志逊逃狱一事 一定也已被发现了 监狱发现了洛志逊逃狱之后 会产生如何的混乱 那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还要打电话去寻 吉洛太太的下落 招来一连串的咒骂 可说是就由自取 白素笑道 我们且在这里做一个时期 黑人在说 你不是常探这几年来没有时间 供你好好看书吗 这里有十分具规模的藏书 你可以得偿夙愿了 还哀声叹气 坐肾 我苦笑了一下 只好这样了 我们又再谈了一阵 正当我想休息一下之际 黄老先生又来了 他带来了一大碟报纸 那是晚报和日报的第二版 全是以洛志逊逃狱的事情 为主题的 他放下报纸之后 便匆匆地离去 在他离去之前 他告诉我们 一个空前庞大的搜索网 已然展开 警方出了极高的赏格 来捉我和洛志逊两人 所以我已不露面为妙 而且他决定亲自担任 我们两人的联络 也就是说 除了一个根本不识字的女佣之外 只有黄老先生一个人 担任和我们接触 因为警方的悬红数字太大 大到了使他 不敢相信任何亲信的人 黄老先生走了之后 我打开了第一张报纸 触目惊心的大字 惊人逃狱案 神秘杀地案主角 临行前居然越狱 内文则记载著 在将要行刑时 监狱方面发掘死囚昏迷 岂先是疑心死囚自杀 但继而知道 那是另一个人 乃是因伤为某人之子 为风霞 死囚已然逃去 而死囚之所以能以越狱 显然是得到一个 名叫魏斯里的人帮助 接下去便是洛志逊和我的介绍 在报纸的介绍文字中 我被描写成一个神出鬼没的人 幸而我以前曾经帮助国际警方做过事 那些铲除匪徒和大规模犯罪组织的事 都是报界所熟知的 事已在提及我的时候 口碑倒还不错 有几家报纸甚至认为 我可能是在凶犯的要挟之下 才不得已而帮助凶犯逃出监狱的 当然没有一家报纸是料到 我是在被欺骗的情形下 帮助了洛志逊逃狱的 报纸也刊登了警方高级负责人 杰克的谈话 杰克表示 任何提供线索而捕获 我及洛志逊两人的人 都可以得到奖金200万元 只能提供捕获一人的线索 则可得奖金的一半 这的确是空前未有的巨额奖金 报上也登了杰克在发表谈话时的照片 他洋洋得意的神态 一语纸面 我顿时感到 我不但上了洛志逊的党 而且我还上了杰克的党 因为若不是当日在监狱外地那一句话 我或许不至于冲动地做出 帮助洛志逊的决定 我和白素两人看完了所有的报纸之后不久 黄老先生又来了 这次他带来的是晚报第二次版 晚报的第二次版灯载住 一切和我有关的人都被传询了 我的住所也被搜查 标题是两双夫妇一起失踪 洛志逊和百秀琼也一起不见 他们不知上哪里去了 围风侠在问话后被释放 他的车子在通往郊区的一条僻静公路上被发现 这一切报道在别人看来全是曲折离奇 津津有味的 但是我自己却是这些事的当事者 我看了之后却是哭笑不得 但是我的哭笑不得还未曾到达最高峰 最高峰是当我在电视机上 看到了警方搜查我住所的经过之际 我和白素结婚之后曾经合力悉心布置我们的住所 几乎每一处地方都有我们的心血在 但如今我们却眼看住这一切遭受到了破坏 我还可以忍受因为我究竟是男人 但白素却有点忍不住了 不论他多么坚强 他总是女人 而家庭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远比生命还重要的 我发现白素的双眸之中保晕住泪水 便立即关掉了电视机 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们可以从头来过 白素点了点头 同时也落下了眼泪 我觉得如今既不是生气 也不是陪他伤心的时刻 我决心立即开始行动 我来回夺了几步 先将我所需要的东西列了出来 这张单子上包括了洛志逊一案的全部资料 和必要的化妆用品等等 我之所以要落案的全部资料 是因为如果我不能出门一步 那么我要利用我做黑人的时间 再一次研究这件神秘如迷的案子 由于如今我对于洛志逊夫妇 多少有了一些认识 我相信若是详细研究的话 不至于像上次一样 一点结果也没有 而我也当然不能真的在这所大宅中不离开 我要改头换面 出去活动 直到这时候 我才真正相信 好人难做这句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为洛志逊做了那么大的牺牲 可是如今却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这不是好人难做吗 幸而白素 找到这样一个妥善的暂时脱臂之所 要不然不知道要狼狈到什么程度了 黄老先生一定是连夜替我准备的 因为第二天的一早 当我还在做梦 做梦梦见我 双手插进了洛志逊的脖子 逼他讲出为什么要杀害他的弟弟之计 黄老先生已经来了 他的确给我带来了落案的全部资料 而且不仅是报纸上的记载 居然还有一份警方保存的全部档案的复印 这的确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想这大概是黄老先生在警方内部有助熟人的缘故 或者他是出了相当高的代价换来的 我并没有去深究他 除了资料之外 他还给了我一样十分有趣的东西 那是一只小小的蹄包 这只蹄包是男装的公文包 但是将之一翻转来 却又是一只女装的手带 这蹄包虽然不大 但是内容却注实丰富 宛若是魔术师的道具一样 其中包括三套极薄的衣服 折成一叠和三个面具 这三个面具和这三套衣服是相配的 那是两男一女 也就是说 我只需要用极短的时间 就可以变换三种不同的面目 包括一次扮成女子在内 在提包中 还有一些对于摆脱追踪 制造混乱十分有用的小道具 这些小道具都是十分有趣的 以后有机会用到的时候 将会一一详细介绍 我的要求 黄老先生已全部做到了 为了他的安全起见 我请他立时离去 以免人家发掘他 窝藏住我们 我不得不用窝藏两字 是因为我和白素 正是警方在通缉的人 那一天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在研究住警方的那份资料 一天下来 我发觉自己对这份资料的期望 未免太高了 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内容 这份资料内容贫乏 倒也不能怪警方的工作不利 而且因为案子的主角 根本什么话也不说的缘故 警方记录著 对洛智逊 曾经进行过三十六小时 不断的盘问 如果不是法律不许可 警方人员一定要动手 打洛智逊了 因为在这三十六小时中 洛智逊所讲的话 归根节地 只不过是三个字不知道 警方也曾采取半强迫的方式 盘问过洛智逊的太太百秀琼 但是百秀琼却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女子 她的回答使警方感到狼狈 因为她指出警方对她的盘问是非法的 我觉得这份资料最有用的 是案发后警方人员搜查洛智逊住宅的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我至少发现了几个可疑之点 第一 这份报告说 洛智逊将他的弟弟自南太平洋接了回来之后 洛智逊和他的弟弟是住在一间房间中的 本来兄弟情深 扩别了近二十年 生离死别 呼耳重逢 大家亲热一些 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但是报告书上却提及 在他们两人的房间之中 发现了一件十分奇异的东西 由于洛智逊坚持不开口 洛智逊又死了 所以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人的 有什么用处 也没有法子知道 这件东西是竹制的 简单的来说 那只是一个一尺长短的粗大的竹筒 在竹筒的内部 却有很多黑色的威力 和一种鲜红色的纤维 这两种东西 一重加一种地 塞满了竹筒 而竹筒的底部 则有一个小孔 因之使得这一竹筒 看来像是一具土质的绿水器 这东西可能是洛智谦 从南太平洋岛上带回来的 但是竹筒上所刻的花纹 却十分特别 经过专家的研究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而且和南太平洋各岛 土人习惯所用的花纹 也大不相同 第二除了这件东西 被怀疑是洛智谦所有的之外 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是支撑回来的 第三 洛智逊有记日记的习惯 可是案发之后 他的日记簿却不见了 日记簿是如何消失的 这是一个谜 因为洛智逊在案发之后 历史被擒 连回家的机会也没有 他不能在事后去销毁日记簿 如果说他在事前就销毁了日记簿 那么他杀害洛智谦的行动 就是有预谋的了 可是动机又是为了什么呢 看了这份报告书之后 我感到那个用途不明的竹筒 和那本失了踪的日记簿 是问题的焦点 还有引起我疑惑甚深的 便是洛智逊亲赴南太平洋 去找他的兄弟 忽然他和洛智谦一起出现 但是究竟他是怎样找到 在什么地方找到洛智谦的 这件事却是异常的暧昧不清 可以说一句 这件事除了他们两兄弟之外 没有人知道 只有一份游艇出租人的口供 说他曾将一艘性能 十分佳的游艇 租给洛智逊 而在若干天之后 洛智逊就和他的弟弟 一起出现了 当时社会上对这件事 也是注意兄弟重逢 这一件动人的情节上 至于他们兄弟两人 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重逢的 竟然被忽略了 我坚信这也是关键之一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我的收获就是这一点 我并不感到气馁 因为我有的是时间 而且正如我事先所料那样 我有了新的发现 晚上当白素和我一起吃了晚饭之后 我才将考虑了相当久的话讲了出来 我道我要出去活动 白素低住头 你上哪里去 我道我不但要找到洛智逊 而且我要从查清这剑气按住手 所以我要到南太平洋去 我先要弄清 洛智逊是怎样找到他弟弟的 这和他杀死他弟弟之事 一定有极大的关联 白素带住很大的忧虑 望着我 你想你离得开吗 警方封锁了一切交通口 我耸了耸肩 笑道那全是官样文章 我认识一打以上的人 这一打以上的人 可以用一百种以上的方法 使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出 而不需要任何证件 也不必通过什么检查手续 白素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道你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我握住了他的手 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行动 那么逃脱警方耳目的可能便减少了一半 白素仍然不肯放心 又到那么 我们分头出发 到了目的地 再会合呢 我苦笑了一下 好的 我们分开来行动好了 犯罪的是我 你是没有罪的 就算落在警方的手中 也不要紧 但是你仍然要化妆 行动要小心 而且我们两个人 要找不同的人帮我们出境 白素十分高兴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他却约住 我也要准备一下了 我忙到一切 由我替你安排好了 我要安排的第一步 是我们要有两个不同的人 帮助我们出境 但是第一步已经行不通了 我以电话和那些 可以帮助我离境的人联络 可是他们的答复 几乎是一致的 魏先生 你太热了 热得烫手 我们接到严重的警告 不能帮助你 请你原谅 实在请你原谅 我一连接到了 七八个这样的答复 不禁大事气恼 可是我气恼的 却不是那些人 不肯帮助我 他们接到了警方严重的警告 不敢再来帮我 那是人之常情 我恼的是杰克 这一切自然都是他的安排 最后 我几乎已经忘了 但是我还是打了一个电话 给一个外号 叫十九层的人 他这个外号值得来 是因为传说中的地域 是十八层 而他却是应该进第十九层 他欲去的人 另一是说他是有办法 可以遍地域 从十八层变为十九层 不论如何 他就是这样一个 对什么事都有办法的人 我和他并不是太熟 只是见过两次而已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才找到了他 当我讲出了我的名字之后 他呆了半伤 然后他才道 是你啊 魏先生 全世界的警察都在找你 我苦笑了一下 不错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想先离开这国 请你安排 你要多少报酬 我都可以答应的 十九层盲道 我们是自己人 别提报酬 他竟将我引为自己人 这实在令我啼笑皆非 我是想进天堂的 谁想在十九层地狱中陪他 但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 我却也只得忍下去 不便反驳 我又问道 你可有办法吗 十九层道 你太热了 我不等十九层讲完 便打断了他的话题 我知道这一点 不必你来提醒我 你能不能帮助我 干脆点说好了 在我怒气冲冲地 讲出了这几句话之后 我已经不存希望 可是 十九层的回答 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是可以的 但是要用一个 十分特殊的方式 你可知道 警方对你的措施 已严厉到了什么程度 甚至远洋轮船 在离去之际 每一个人都要做指纹检查 看看是不是正身 我心中苦笑了一下 警方这样对待我 那么洛志逊夫妇 自然也走不了的了 我一想到这里 心中抖的一栋 盲问到十九层 除了我之外 还有人要你帮助离开本市吗 有没有 十九层笑了起来 他笑得十分之诡秘 在电话中 我自然看不出 他的神情如何 但是从他的笑声之中 我却听出了 他一定有什么事情瞒住我 不让我知道 我历史狠狠地道 十九层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告诉我 洛志逊夫妇 是不是也通过了 你的安排而出境了 十九层仍然在笑住 但是他的笑声 却很快的便十分勉强 只听得他道 先生 我认为你在如今 这样的处境之中 不一再多管闲事 他对我居然 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这实在是令得 我大为生气的事情 但是我的脾气 却未曾在电话中发出来 我决定等见到他的时候 再说 如果他答应我离去的话 那么我是一定可以 见到他的 所以 我只是打了一个 哈哈 你说的不错 你做什么样的安排 十九层停了片刻 才到 现在 唯一可以离开的方法 便是将你 当作货物运出去 因为警方 现在注意所有的人 但是还未曾注意到 所有的货物 我苦笑了一下 不论什么方法 就算将我 当作僵尸都好 我应该怎样 十九层给了我一个地址 你到那地方去 见一个 叫阿汉的人 你必须听从 他的每句话 我忙到 那么你呢 我们不见面了吗 他又十分脚快地 笑了一笑我们 我们有必要见面吗 我又到 不见面也好 可是你得 却不料我才讲到这里 便突然被他打断了话头 他道行了 我和你通话的时间太长了 你快找我的吩咐去做 我待了片刻 我断定十九层是一定知道 骆志迅的消息的 我在离开之前 必须去见他 他以为我的处境不妙 就可以欺负我 那是大错而特错了 我放下电话 便开始化妆 然后在皇家巨宅的后门离开去 刚才 我和十九层通电话的号码 我知道是一个俱乐部的电话 那是一个三山五月人马豪赌的场所 我到哪里去 大约可以找到十九层 他见了我的面 再想敷衍我 可没那么容易 我离开了皇宅之后 在街上大模大样地走住 由于化妆的精妙 我这时看来 是一个十分有身份的中年人 当然不会有人疑心我的 而在外面 街头巷尾 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住 骆志勋越狱一试 我上了街车 司机也喋喋不休地 向我说出他独有的那一幕消息 我也只好孤望听之 车子到了俱乐部门口 那是限于会员和会员的朋友 才能进入的地方 我来到了门口 贴墙站住 等到另外有两个人 坐住华丽的汽车来了 我才突然向他们一招手 喂 好久不见了 由于他们有两个人 所以他们相互之间 都不知我究竟是在招呼哪一个 以至两人都向我微笑地点了点头 我也顺理成章地和他们走了进去 进了俱乐部之后 我就不陌生了 因为这是我来过好几次的地方了 我知道十九层最喜欢赌轮盘 我就只向轮盘适中走去 还没有看清人影 就已经知道十九层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正在大声叫嚷 他在大声叫嚷 就表示他赢钱了 他赢钱的时候 对于四周围的一切 都不加以注意 只是兴奋之极地 高声叫嚷住 连我到了他的身后都不知道 直到我一只手 重重地搭到了他的肩头之上 他才回头来 他当然是认不出我来的 当他以怒目瞪住我之际 我低下头去 低声道我是魏斯理 你不想我对你不利 就跟我走 他呆了一呆 突然像受了无比委屈 也思得怪叫了起来 要我跟你走 我正在顺风中 再让我压三次 我摇头道不行 他哀求道两次 一次 我仍然摇头道不行 如果你再不起身 你就真的要到第十九层地狱去了 他是叹一声 站起了身子来 我一直紧靠住他而走 出了那间房 我和他一起进了一间休息室之中 他道别做得太过分了 我吵架起来 你没有好处的 我冷笑道 你根本没有机会出声 我的手中有一支特制的枪 这支枪中射出来的 是一种燃有毒药的针 这种针不能置人于死 但却可以使人的脊椎神经遭到破坏 人也成为终身瘫痪 你可要试试 十九层坐了下来 你明知我不顾一事的 何必多此一问 我道 我还是非问不可 因为或者你不够聪明 那就等于再说 你要试一试了 我问你 你安排洛志迅夫妇去了何处 十九层道我 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他们 我不去理他 竟自数道一二三 他忙摇手道 慢 慢 你数到几 我冷冷地道 你以为我会数到几 十九层摊开了手 你这样做 其实是十分不智的 你知道 只有我 才有力量 使你离境 而你竟这样 在对付 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 我沉生道 我要知道 洛志迅夫妇的下落 你说不说 我献你十秒钟 我一面说 一面还狠狠地 裹了他两个耳光 这实在是我十分不智的一个行动 日后我才知道 因止我吃了大亏 十九层捂住了脸 好了 我说了 他们是昨天走的 他们被装在箱子中 当住是棉织品 是坐白驼号轮船走的 目的地是什么地方 是地温岛 我吸了一口气 这和我的目的地是相同的 地温岛在南太平洋 从地温岛出发 可以到达很多南太平洋的岛屿 可是我的心中 同时又产生了 另一个疑问 他们为什么要再到南太平洋去呢 我站了起来 行了 现在我去找那个人 你仍然要保证我安全出境 要不然 你仍不免要吃苦头的 请你记得这句话 我不再理会他 转身走了开去 出了那具乐部 便找住了十九层要我找的人 到了那里 一个受血的人 自称姓王 说他可以为我安排 他带我来到了码头附近 在一个仓库之中 他和几个人交头接耳 然后他又交给我一个一小木箱 低声到这里面 有住石水和干粮 你将被放在这样的箱子之中 他向前指了一指 那是一种大木箱 这木箱是装瓷器的 因为上面已漆上了容易破碎 小心轻放和一个向上的箭头 表示不能颠倒 但是这个木箱 却只不过一公尺立方 我自然可以不怕被闷死 因为木箱的制造很粗 木板和木板之间 是有缝可以透气的 但是在这样的木箱中 我却只能坐住 那无意是不舒服到极点的了 我摇了摇头 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吗 那家伙摊了摊手 没有了 事实上 你也不必受太多的不舒服 一上了船 你就可以在夜间 利用工具撬开木箱 出来走动的了 如果你身边有足够的钞票 那你甚至可以成为船长的贵宾 但是在未上船之前 你可得小心 我问到这批货物 什么时候上船 那家伙道今天晚上 你如今就要进箱子 祝你成功 我还想再问他一些问题 但是那家伙却已急不急带地走了 几个工人则来到了我的身边 将我领到了一只木箱之前 要我进去 我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只好进去 那几个人历时加上了箱盖 砰砰的江箱盖用钉子钉上去 我彭扶自己已经死了 躺在棺材中 游人在钉棺盖一样 我如果可以或认我 做这桥子钉上的城外 游人在建训 我当时就会把这段